大家好,我是子叔 刚刚我们放个又要问我要零花钱了 我问你,借一千块钱吗? 他这个月花得也挺快的,我觉得 那个一千块钱你花了几天啊? 我还没想想买了自行车 还买了一个洗车的,几百块钱 那也是情有可原啊 他买东西了 你是问我借还是问我怎么呢? 请问你借吧 要不这样吧 让你凭本身拿,我给你出个题好不好 怎么样? 可以 今天我们来做个小游戏吧 如果你挑战过关的话,这一千块钱送给你了 这可以 好,那你出题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做这碗刚好有一盘花生米 今天我们就用这盘花生米来给放个出题 给我下去 今天我们先去给放个准个筷子 啊,筷子那不简单吗? 我拿这种了 我还给你洗的刚刚自尽 今天我们的屏幕其实也很简单 用一根筷子 加花生米 如果夹起来的话 就夹了一千块 设定时间要五分钟 开始 想想这样不行哦 筷子折断了不行哦 哇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要用你的筷子 呃,当时把这个花生米夹起来 然后再放到嘴里 这样瞧一下 嗯 这样怎么可能 你试着没事你怎么知道呢 用一个筷子 啊,对 这样子夹花生米 好像花生米有点少哦 吃到 吃到准利面 对 加油 为了一千块钱 一千块零花钱哦 都可以了 好像根本不行哦 看你 那你想不想一千块钱啊 想啊 我允许你脑洞大开 这一根筷子太难了 我想到了一招 跟太子 啥招 先不告诉你 我看饭哥用什么招 准备开始 一千块钱哦 没了狼子你 不能耍赖哦 啊 尽管发挥你的 那个吧 我都不小心你先把钱拿出来 转账大哥 你先把钱放桌子上 那你先把你的绝招使出来啊 不行 我等下怕你耍赖 这样吧 我身上有400 等一下再转600给你 一二三四 数好的 刚好有400 还有没有 没了 开始 绝招 上场 这个刮成衣服的太大肚了 太大肚了很累 哈哈 你还有经验了呀 我已经想试完了 你先把绝招使出来啊 你还是在这里卖光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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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钱是我的吗 还有600 你不是耍耍耍耍 哎你用了什么绝招啊 我用 不高了 大家看到范哥用了什么绝招吗 说400是我的了啊 还缺我600啊 我觉得我做到题太容易了 太容易就被他攻破了 是 你找干嘛呀 哎 大家都看到了吗 范哥用了什么绝招 我觉得我这一千块钱太容易张手了 大了一千 现在开始的是表层非常的光滑 要那么神速吗 我还没拍到你呢 哈哈 这个速度 白虾我这一千块钱了 连带你饭吃了 免费送你一封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还欠我600 谁送给你一千了 哈哈 刚才说了 四点为正 哈哈 四点为正 然后来 还有600 找找 对吧 对吧